台东市的幼儿园这学期举办了职人分享活动 而由台东市长陈明峰带领了所有的孩子们一起来参观保庭 带孩子们走入社区也让小朋友自由发问 大家都很好奇的问市长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场面是相当有趣 台东市的幼儿园职人分享日 这次找来市长陈明峰带着孩子们一起参访宝厅 并分享市长的工作内容 安全帽 工程帽 我们到工具区一定要戴这件帽子 这是日式建筑的一个特色 你知道他们墙壁怎么做的你知道吗 以前的皇子墙壁怎么做吗 好 你说 泥巴 对 泥巴 好聪明 泥巴是什么 竹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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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的问题都非常天真非常可爱 每个小朋友问的问题五花八门都有 最主要他们只想探讨说市长他一整天是在做什么工作 他问说市长工作难不难 市长简不简单 就问这些问题 还有他们问到比较奇特的他们把台东的这些传统文化 寒丹爷 我们的封年纪 还有我们的急难救助金 这个他们都拿出来问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而园长表示举办职人分享希望让小朋友们可以多多了解 各行各业都在做些什么 我们这学期规划三次的只能分享 那这次是最后一次的就是专业的市长 然后借由这次的活动让小朋友也知道说市长平常的工作是什么 然后希望我们的小朋友未来也可以成为专业的市长哦 而这次在参加小朋友们为大中小班 因此市长也特别录下了影片要给幼幼班的小朋友们 跟他们约好长大一点再过来 借陈安如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